这户车10万火急前往一街汽车旅馆 因为这里发生命案了 这户车上的伤者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这户人员平静努力要跟死神抢命 可惜最后还是没能救回来 事情发生在13号下午3点多 台湾警方获报 卢珠长星路一段一间汽车旅馆发生命案 初步调查 55岁齐姓死者与泰国籍前妻相约处理家务事 双方一言不合爆发口角冲突 两人越吵越凶后来大打出手 过程中女子拿房间内灯具以及水果刀朝对方攻击 导致齐姓男子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素因抢救后人宣告不治 目前依把江崎离送桃园地监署侦办 那死者遗体以罢警检察官相验 已离经死因中 警方调查 虽然齐姓男子与前妻离婚多年 不过双方依旧联系 齐姓男子一次情绪控管不佳 过去就曾对女方拳打脚踢 遭对方痛暴家暴 这回齐姓男子一次不满前妻 不再他去医院看病 单纯的口角纠纷 最后成了流血冲突 而死者遗体身上 喉咙 胸部 腹部 以及背部 全都穿刺伤 确切事发过程已经死因 还有在检察官及法医来联清 级别新闻林队 到此看桃园采访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